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台湾非常流行的第二型糖尿病 还有怎么样利用自然疗法来治疗 其实糖尿病就是吃出来的一种毛病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人身体里面的葡萄糖 就是淀粉、碳水化合变成了葡萄糖 作为能量的来源不能超过50% 那么这个酮体要占40% 这个不是我规定的 这个是全世界的营养专家规定的 还有就是妈妈的母乳里面也是接近这个成分 请大家想想看 你平常是怎么吃东西的 如果你是这个米饭、面食、水果、馒头、包子、地瓜、马铃薯 吃得过量的话 那么你得到糖尿病的机会就很高了 那你应该怎么吃呢 就是要倒三角形 就是油脂要吃到占能量的40%、50%甚至60% 其他东西反而要少吃 如果你变粉吃太多的话 就表示葡萄糖是你主要的能量来源 那油脂反而吃得少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油脂它不但是能量的来源 它也是一个细胞膜很重要的这个成分 我们诊断糖尿病的标准就是说 糖化血色素超过6.5% 饭前血糖超过100个ml 我们吃下食物之后呢 食物里面的淀粉、碳水、化合物就会转换成葡萄糖 葡萄糖会刺激胰脏分泌胰岛素 这个T字形的就是胰岛素 胰岛素它就是一个钥匙 它会插进这个胰岛素接受体 这个是钥匙孔 这个钥匙、钥匙孔 然后呢把这个葡萄糖的大门打开 这个葡萄糖的大门打开 葡萄糖就会进入细胞里面 如果你的油脂吃不够 细胞我的品质就不好 甚至胰岛素本身品质也不好 就等于是钥匙坏了 钥匙孔也坏了 所以呢你的这个葡萄糖的大门就打不开了 在正常情况下 好的胰岛素 好的胰岛素接受体 它就会把这个葡萄糖的大门打开 葡萄糖进入细胞里面呢 就会跑到粒腺体里面 然后燃烧 锅炉燃烧 然后产生这个能量 如果你淀粉 它水化物是太多的话 葡萄糖过多 那么你的这个粒腺体里面 燃烧葡萄糖的这个硬氢 就会受损 提早报销 你葡萄糖就没有办法利用了 血糖就会升高 所以我们治疗这个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的这个一个原则就是 不吃糖就没有糖尿病 既然身体已经无法有效利用葡萄糖 那么我们就要来找替代能源 就是用酮体来作为替代能源 我本身也是糖尿病重症患者 我现在跟大家示范一下 我怎么样吃早午晚餐 我早餐是没有吃任何过胎食物的 我都用油来期待早餐 用这个Omega3的油10cc Omega910cc MCT20cc 加一点甜菊调味 再加这个桑叶精华粉 或者蔬菜粉 让油溶在里面 感觉不会很恶心 然后摇一摇 然后再加水 然后再摇一摇 然后把它喝下去 一口气喝完 非常好喝 小孩子都很喜欢喝 我一个早餐就吃完Omega369 40cc 就完全就很饱 到中午都不会想吃东西 所以完全不会有饥饿感 那到了中午 要怎么吃呢 我就吃大量的蔬菜 蛋也可以吃 豆腐也可以吃 因为蔬菜是不算 碳水化合物 也不算油脂的 那如果你有吃肉的话 就是两片这样大小的肉 或者是一个200公克的鸡腿 或者其他的瘦肉 那么就可以提供50公克的蛋白质 这样一天的蛋白质就够了 如果你还是很想吃米饭的话 那么米饭不要超过半个拳头大 就可以提供很少很少的一点点淀粉而已 既然说低油饮食是错误的 那我们人要吃到多少的Omega369好油才足够呢 我们经过精准的计算 就是每公斤体重 每天最少要吃到1cc的油 那你也可以吃到2cc 这样对健康非常的有用 我们以一天吃100cc的油来计算 100cc的油会产生900卡的热量 我们一天的总热量如果需要2,000卡的话 900倍2,000球得到45%这个数字 我们正常人的饮食就是 碳水化物占50% 油脂占40% 所以我们吃到45%才叫做正常饮食 如果是一个已经得到糖尿病的病人 他就应该吃低糖饮食 低糖生酮饮食 用酮来取代糖 就是10%到40% 如果像我一样得到一个重症的糖尿病 就要吃断糖生酮饮食 就是你的碳水化物 大概只能够占热量来源的2%到10%